马上前落,政府委任马时鲁取代钱果峰担任港铁的新主席 是时候帮钱果峰卖单计数,计下计下,大家会发觉钱果峰欠少股民和纳税人很多 他不是公职王,他是公职我,做我一份公职的人版 有笔数还真是要和他追一追 在钱果峰任内,港铁由原本人见人爱,变到神憎鬼厌,天怒人怨 尤其是高铁超资和延期,他作为董事局主席责无庞态 在这里,我继续呼吁大家向证监会投诉 因为港铁在年报道,还是说高铁会如期落成,明显是资料失实,误导古闻 钱果峰作为董事局主席一定有责任,小股民是靠你坐在董事会看着盘数 钱果峰由2003年开始做港铁主席,做到2015年,足足12年,经历三个朝代 董建华,曾荫权和梁振英都有份委任过他 但他有什么建树呢?答案一个字,就是没有了 钱果峰最厉害的地方是,他做了12年,掌管这个全香港最大的公共交通机构 但对公众来说,他全部时间几乎都是隐形的 做不到事都不是最差,最差是越做越坏 钱果峰刚刚接手做港铁主席的时候,是港铁的黄金时代 因为当时,形象也好,服务也好,香港人就将港铁视为引以自豪的品牌 钱果峰做了港铁主席之后,港铁形象插水 无论管理能力或企业良心,都好像这几天股市那样,灾难性下跌 不要以为他是做义工,他这个董事局主席是首身的 年报就说他去年拿了120万的葡金 即是每个月大喇喇就斗10万元,做了12年过千万 斗过千万但毫无见数,真是不知道为何三个特首一届一届地委任他 由此可见,这些任命根本不是用人为财 现在政府委任马时铿取代前果峰担任港铁的主席 虽然是眼见到最适合的人选 但由这个任命大家可以看到,张炳良最近摆出强硬姿态 就想将高铁延期和超资的责任推给港铁 这样做是多么无聊呢? 因为大家看到董事局主席不是你政府委任吗?